根据这个研究和监测显示 奥米克隆变异株其实还会导致重症导致死亡 由于各个国家监测的标准和方法不一样 疫苗的接种率不一样 感染的背景不一样 也包括感染的人群不一样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显示 各个国家奥米克隆导致的重症和死亡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趋势和特征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话 老年人和包括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 那么它的重症和死亡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这也是让我们特别担忧的一个地方 那么根据世界委员组织 它每天都会发布各个国家和一些相关地区的发病数和死亡数 那么在整个奥米克隆流行期间 其实我们不但看到了发病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其次它的病死人数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或者有的地区 那么它的病死数呢 也达到了历史的一个最高峰 那么像美国在奥米克隆流行期间 那么它连续五周报告的新冠病死数呢 超过了1.5万例 那么另外呢 根据这个香港卫生署提供的信息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奥米克隆流行期间 它的全人群报告的病死率呢 是2.87 那么没接种疫苗的80岁以上的老人 它的病死率呢 高达15.68 百分之15.68 另外呢 根据香港最新的一项研究 那么在本次香港奥米克隆疫情当中呢 60岁以上的人群死亡的风险 是30岁以下人群死亡风险的252倍 所以通过以上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到奥米克隆变一株 那么对于老年人 尤其是没有接种疫苗 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 带来的危害呢 还是非常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